各位投资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早盘的时间 今天是新的一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亚太地区的开盘情况 亚太地区开盘 目前是涨跌参半 上升比较多的是斯里兰卡 越南 巴基斯坦 韩国 跌幅较大 是澳大利亚恒人指数 新西兰 马来西亚处在仗域跌的边缘 目前是下跌了1.15 跌幅在0.08 从今天的早盘来看的是早盘一路沙跌 目前的开始震到横摆 一会到10.56分之后 如果说能够突破黄线 并站稳黄线 那么就开始上攻了 当天收阳线就有望 如果到11点 最晚11点之后 还没有开始上攻 基本上今天收一个十字 或者小阴线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是高开低走 基本上又创出了上个礼拜五的新低 所以说这是不太好的现象 从下面的布林线来看 基本上是没有过到的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趋势来看 今天就已经翻青色了 所以说反弹就已经结束了 下边始终是没有吵架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马股今天开市的盘面特征 马股开盘到目前为止是1505.22 下跌了1.41 跌幅在0.09 那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 就是上涨的股票目前是337 下跌的股票是513 平盘的是364 从行业来看 今天多数都实现下跌 只有今天的plantation rease还有energy 这样才可以 其中这样子最好的是plantation这个行业 其实这个行业从上周开始就已经在不断的引领马股上涨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今天是有小幅的上升 但是上涨动能还是减弱的 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 是仗的比较多的是0020 但是庄家没有增仓 那0034呢 经历了大涨大跌 今天呢 庄家增仓 但是撒胡没有消失 0123呢 是庄家增仓了 今天 0156呢 庄家有增仓 0043呢 庄家有减仓一点点 嗯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手套股 毕竟很多人还有手套股对吧 那你该怎样办呢 今天手套的行业 都是震荡震荡下跌的 从总体的行业来看呢 它的上涨动能减弱 庄家在持续减少 今天领仗的是13687090713 领跌的是01550081 像706呢 跌了1.3 0163跌了1.0 虽然跌这么多 但是说呢 没有什么赚福啊 现在没有什么赚钱效应 庄家呢 还是在持续的减少 今天的top club呢 显得有一点强势 但是从趋势角度来看呢 它已经翻成青色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风险 一旦庄家继续减仓 那就开始一个真正的下跌了 然后像5168呢 就比较弱势 没有没有出现反转啊 就是反弹 好像今天如果说你看30分钟图呢 其实已经开始跑路了 对吧 关于plantation的个股呢 你可以看到今天大多数涨得不错的是吧 都是plantation 像0189啊 包括5254啊 是吧 这个就是近期庄家比例就特别高 还有6262啊 这基本都属于这个行业里边的 还有像512啊 今天涨了7% 5026 这都属于总有5135 1902 4383 对吧 大概上个礼拜就涨得非常不错 那么本周呢 又开始涨了 虽然涨得不多 但是说趋势已经前了 庄家也还不错 庄家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9954呢 近期庄家比例也比较高 今天有明显增仓 那你的股票是不是选对的呢 中值股有很多 那你到底选哪一个 有没有庄家增仓 那手套股 你是还在收住 还是已经卖掉了呢 是需要卖掉呢 还是需要收住呢 是吧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边的一些方式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转发给你的股友 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软件的话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好了 今天我们的早盘解析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